我祝福到神经的主义 在名字的网友 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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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智慧的古兰经发誓 你却是众使者之一 你的确是在正路上被派遣的使者之一 万能智慈的主将此今 以便你警告一组人 他们的祖先未被警告过 所以他们是疏忽大意的 他们中大多数的人 却应当受判决 所以他们不信道 我却也把枷锁 放在他们的脖子上 那些枷锁达到下巴 所以他们不能低头 我在他们的前面安置一个障碍 后面安置一个障碍 蒙蔽了他们 所以他们看不见 你对他们加以警告于否 现在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必定不信道 你只能警告那尊神教诲 而且在秘密中 敬畏之人主者 你要以奢佑和优厚的报酬 向他报喜 我必定要是死人复活 我必定要记录他们所做的善恶和他们的事迹 记载在一本明白的范本中 你当于城市的居民 为他们设一个比喻 当时使者们来与那些居民 当时我曾派遣两个使者去教化那些居民 但他们否认他们俩 我就以第三个使者去援助他们俩 他们说 我们却是被派来教唤你们的 他们说 你们只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 知认主没有降世任何物 你们只是说谎的 他们说 我们的主知道 我们却是被派遣来教唤你们的 我们只付明白的传达的责任 我们只付明白的传达的责任 他们说 我们确认为你们而遭威怨 如果你们不停止宣传 我们势必辱骂你 或以痛苦的刑罚 家与你们 他们说 你们的威怨是伴随着你们的 难道有人教唤你们 你们才为他而造威怨吗 不然你们是过分的民众 有一个人从城中最远的地方跑来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顺从使者 你们应当顺从那些 遵循正道 而不像你们缩取报酬的人们 又说 我怎能不崇拜那 创造了我 而你们将被召归于他的主宰呢 难道我能舍他而尽是一些神领吗 如果知人主欲降灾于我 则他们的说情对于我毫无披议 他们也不能拯救我 如果那样 我确实在明显的迷雾中 我却归信了你们的主 故你们应当听从我 有声音对他说 你入乐园吧 他说 但愿我的宗族知道 我的主已奢诱我 并是我成为受优待者 在他之后 如果我没有这样天神 去惩治他的宗族 我也不常常这样天神 才听见一声呐喊 他们就灭亡了 只要有使者来教化他们 他们便加以愚弄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在他们之前 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 那些被毁灭的世代 永不转回城市 他们将通通被拘禁在我那里 他们有一种迹 以死的大地 我使他复活 我使他生长出粮食 以做他们的食品 我在大地上创造许多 椰枣园 葡萄园 我是许多园泉 从地中用出 以便他们拾起果实 这些果实 不是他们的手造来的 难道他们不感谢吗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他创造一切配偶 地面所生产的 他们自己 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 都有配偶 他们有一种迹象 我是白昼脱离黑夜 他们便突然地在黑暗中 太阳极形之一定锁 那是万能的全知的乳 所预定的 月亮 我为他预定星宿 直到他再变成 干枯的椰枣树一样 太阳不得追击月亮 黑夜也不得超越百晝 各在一个轨道上 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 他们有一种迹象 我使他们的子孙 乘坐满载的传播 我为他们而创造像传播那样 可供其成的东西 如果我抑郁 我就把他们淹死 而他们没有任何援助者 他们将不获拯救 除非是因为我的恩惠 因为我要是他们想乐至牧师 如果有声音对他们说 你们当畏惧在你们之前的 和在你们之后的 以便你们门主的怜悯 每分他们的主的一种迹象来临 他们便抛弃它 在你们之后 وَإِذَا قِيلَ لَهُمْ أَنْفِقُوا مِمَّا رَزَقَكُمُ اللَّهُ قَالَ الَّذِينَ كَفَرُوا قَالَ الَّذِينَ كَفَرُوا لِلَّذِينَ آمَنُوا أَنُطْعِمُ مَنْ لَوْ يَشَاءُ اللَّهُ أَطْعَمَهُ 如果有声音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分舍真主所赐予你们的 那么不信道者将对信道者说 真主欲供养谁就供养谁 我们何必供养他呢 你们只是在明显的迷雾中 وَقُولُونَ مَتَى هَذَا الْوَعْدُ إِن كُنْتُمْ صَادِقِينَ 他们说 这个警告什么时候来临呢 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 مَا يَنْظُرُونَ إِلَّا صَيْحَةً وَاحِدَةً تَأْخُذُهُمْ وَهُمْ يَخِصِّمُونَ 他们只等待那一声呐喊 在他们纷争的时候 袭击他们 فَا يَسْتَطِعُونَ تَوْصِيَةً وَلَا إِلَى أَهْلِهِمْ يَرْجِعُونَ 他们将来不能立遺嘱 也不能回家去 وَنُفِخَ فِي الصُورِ فَإِذَا هُمْ مِنَ الْأَجْدَاثِ إِلَى رَبِّهِمْ يَنْسِلُونَ 号角一响 他们就从坟墓出来 奔向他们的主 他们将说 伤在我们 谁将我们从我们的卧处唤醒 这是知人主 所应许我们的使者们 一说实话了 إِنْ كَانَتْ إِلَّا صَيْحَةً وَاحِدَةً فَإِذَا هُمْ جَمِيعٌ لَدَيْنَا مُحْضَرُونَ 才听见一声呐喊 他们就通通的被拘禁在我这里 但那日任何人不受丝毫亏忘 你们只因自己的行为而受报酬 إِنَّ أَصْحَابَ الْجَنَّةِ الْيَوْمَ فِي شُغُلٍ فَاكِهُونَ 乐园的居民在那日 却是从事娱乐的 هُمْ وَأَزْوَاجُهُمْ فِي ظِلَالٍ عَلَى الْأَرَائِكِ مُتَّكِؤُونَ 他们和自己的配偶 在树荫下靠在床上 هُمْ فِي هَا فَاكِهَةُوا وَلَهُمْ مَا يَدْدَعُونَ 他们在乐园中将有水果 并有他们所要求的恩典 أَلَى مُنْ قَوْلًا مِنْ رَبِّ الْرَحِيمُ 平安 这是从置任主发出的柱词 أَمْتَازُ الْيَوْمَ أَيُّهَا الْمُجْرِمُونَ 犯罪的人们啊 今日你们当退避到一边去 أَلَمْ أَعْهَدْ إِلَيْكُمْ يَا بَنِي آدَمَ أَلَّا تَعْبُدُ الشَّيْطَانِ إِنَّهُ لَكُمْ عَدُونَ مُبِينَ 阿丹的后裔啊 难道我没有嘱咐过你们吗 我说你们不要崇拜恶魔 他却是你们的仇敌 أَنِعْبُدُونِي هَذَا صِرَاطٌ مُسْتَقِينَ 你们应当崇拜我 这是正路 أَلَقَدْ أَضَلَّ مِنْكُمْ جِبِلًا كَثِيرًا أَفَلَمْ تَكُونُوا تَعْقِلُونَ 他却是许多人迷雾 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أَذِهِ جَهَنَّمُ الَّتِي كُنْتُمْ تُوْعَدُونَ 这是从前常常来恐吓你们的火欲 أَلْيَوْمَ بِمَا كُنْتُمْ تَكْفُرُونَ 你们生前不肯信道 所以今日你们当初火欲 أَلْيَوْمَ نَخْتِمُ عَلَىٰ أَفْوَاهِهِمْ وَتُكَلِّمُنَا أَيْدِيهِمْ وَتَشْهَدُ أَرْجُلُهُمْ بِمَا كَانُوا يَكْسِبُونَ 在那日 我将封闭他们的口 他们的手将对我说话 他们的脚将证实 他们所行的善恶 أَلْيَوْنَ شَاءُ لَقَمَسْنَا عَلَىٰ أَعْيُنِهِمْ فَاسْتَبَقُوا الصِّرَاطَ فَأَنَّا يُبَصِرُونَ 假如我抑郁 我必毁灭他们的眼睛 然后他们忙着走路 但他们怎能看见呢 假如我抑郁 我必使他们在自己的家中变形 然后他们既不能前进 又不能后退 我使谁传授 我降低谁的体质 难道他们不明理吗 我没有教他诗歌 诗歌对于他是不相依的 这个只是教会的明白的 古兰经 لِيُنْذِرَ مَنْ كَانَ حَيًّا وَيَحِقَّ الْقَوْلُ عَلَى الْكَافِرِينَ 以便他警告活人 以便不信道的人们 当受刑法的判决 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从我所亲手创作者之中 我曾为他们而创作 声序 而他们管理他们 我为他们而制服声训 以一部分供他们骑 一部分供他们吃 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 他们获得许多利益和饮料 他们怎么还不感谢呢 وَاتَّخَذُوا مِنْ دُونِ اللَّهِ آلِهَةً لَعَلَّهُمْ يُنْفَرُونَ 他们是真主而进士许多神灵 希望自己获得援助 لَا يَسْتَطِيْعُونَ نَصْرَهُمْ 所以不要让他们的妄言使你忧愁 我的确知道他们所隐晦的 和他们所表现的 وَلَمْ يَرَى الْإِنسَانُ أَنَّا خَلَقْنَاهُ مِنْ نُطْفَةٍ فَإِذَا هُوَ خَصِيمٌ مُّبِينٌ 难道人还不知道吗 我曾经经夜创造它 而它突然变成坦白的抗辩者 他为我设了一个比喻 而他却忘了我曾创造它 他说谁能使小谷复活呢 你说最初创造它的 将是它复活 它是全知一切众生的 他为你们用绿树创造火 以便用那绿树燃火 وَلَيْسَ الَّذِي خَلَقَ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بِقَادِرٍ عَلَىٰ أَنْ يَخْلُقَ مِثْلَهُمْ بَلَا وَهُوَ الْخَلَّاقُ الْعَلِيمٌ 难道能创造天地的 不能造像他们那样的人吗 不然他却是善造的 却是全知的 当他预造化任何失误的时候 他的事情只是说有 他就有了 残孙真主超绝万物 一切事与物的主权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你们只被招规于他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都在四月一日 任何人都在 他的掌握之中 是最理碩的